我們現在已經把影片叫進來了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他怎麼做剪接 那你如果投影片不夠的話 投影片不夠你就從這邊增加一個空白的 有沒有 調整順序 這種應該不用我講了吧 你PowerPoint應該用到快不行了 好 點到他呢 我們看一下 下面這裡有聲音對不對 也有影片的長度 那麼你可以在這裡 先第一個動作呢 請你在這一排 叫做時間軸這一列 你隨便一個位置按一下 因為他預設呢 我們沒有看到那個時間軸的一個指標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你看一下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有指標跑出來了 如果你曾經用過威力導演 你就會覺得看起來很熟悉 因為威力導演出了 那中間這一根以外左右有兩邊 也有兩根 也是可以用 那我們先看看 比如說我發現講到這邊之後 糟糕 這裡怎麼樣 有講錯了 或者是說你中間忘記講一個東西了 你要補錄進來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要自己補錄一段的話 你要全部重新講一次嗎 是一種方法 但是如果有時候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可以怎麼樣 我就補中間那段沒講到的就好了 其實老師跟各位講 即使你重新再錄一次 絕對不會完全一樣 而且更慘的是 要補的那段應該會有錄到 但是可能會有另外一段漏死掉 尤其你影片比較長 很麻煩 所以你可以這樣切成片段片段的 其實比較好做 那怎麼切呢 你看這裡 當我游標指到這邊之後 你看我們最右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分割換頓片 你把它想就跟你在做簡報一樣 這是第一段 按一下 有沒有變成第二段 有沒有分開了 中間 不好意思 補一段進來 插隊一下 請問這樣可以補另外一段進來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簡單 或者你中間都 這是講第一個主題 那我需要一個什麼 標題 對不對 標題 要看看我今天講這個主題是什麼 那第二段呢 我前面有一個標題 或者一個簡單介紹 我們接下來要講什麼內容 這樣是不是一樣在做數位教材 對不對 做影片的教材 這樣 OK嗎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我直接切開切開就好了 那第二種方式呢 如果你真的 我不是那種像我補錄的東西的 而是說我真的有錄錯了 有錄錯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選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錄錯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用OBS 虛擬盛鵬 請問可不可以暫停 請問可以暫停嗎 如果你在錄製的時候 右手邊這邊可以暫停嗎 不行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已經發現 心中有發現有錯誤了 可是現在已經起虎難下 已經錄下去了 對不對 最好的方法 你應該有看過那種 法院裡面那種 以前香港不是有一個叫法外情嗎 有點頭的是我們同一個年代的劉德華演的 這個比較年輕的應該沒有看過 就是你看那種法庭公戰的 或者是犯罪被抓到警察局 他就說 保持牽默 有沒有 我要等我的律師來 我才要講 我跟你講 其實你真的錄錯的時候 你就不要講話 一段時間 因為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錄完影片之後 你從這裡有沒有辦法看到你是哪一段錄錯的 上面沒有註解呀 最好的方法 保持沉默 有沒有很好找 保持沉默比如5到10秒鐘 你就知道應該那一段有問題 這樣來找是比較快一點 不然有時候你重看一次 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來這邊 假設你已經看到了 我就把我的指標在這裡按一下 好 你就拖左右兩邊都可以 你看 拉開 有沒有一個範圍選到了 你也可以拉這邊 拉開 這樣是不是選到了 選到之後 你會發現 這裡突然可以用了 因為你有選定範圍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是我選到那段不要 你就按這一個 這樣了解 好 相反的也可以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 就是我選到是要其他兩邊不要 就是右手邊這個 這個 那我們先用中間這個就好了 你看 把它叉叉 這樣有沒有剪掉 所以雖然它不是我們一般講 所謂的標準的影片剪輯軟體 可是剪輯影片 把你用各位最熟悉的 PowerPoint操作方法 拿來這邊用 會不會很難 好像不會 只是加個時間軸的感覺 對不對 那當然你如果還要疊上其他的 就慢慢的你從這邊 對不對 你要找這個也可以 或者像你看我上面這邊 我們剛剛不是去找熊站嗎 這裡啊 這裡 好 這個有透明的 我把它下載下來 那比較標準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找選單 如果沒有 我就找這邊 熊站熊站 加按著 丟進來 有沒有 這樣就是去背好的 對不對 所以去背圖很重要 去背圖很重要 你不想要親自現身 有的人就會找代言人 對吧 你可以找一個代言人 在這邊放著 然後就知道 這是這個老師的課程 這樣了解 只是我現在大部分 我都比較不客氣 我都會站在這邊 因為這樣比較上課的感覺 老師講笑話的時候 比手勢的時候 你比較看得到 跟只有單純像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比較 如果你真的回去看 因為現場你看得到 可是如果你真的回去看的時候 只有看這樣 跟有人在這裡是不一樣的 就是比較那種上課的Fu啦 所以這樣會不會剪接了 剪接好了之後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怎麼輸出 好不好 來 還給各位囉